兄弟们,谁能告诉我,我该怎么选啊? 首先啊,可以看到我还有一丢丢CP,原本是等着墨龙反了后直接秒了的,可是现在又出了个星座灿烂石,此刻我看着左下角的点藏已经有了一个,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三次十连的机会,也就是说我再弄两个星座皮完全不成问题,而且还可以再拿到一个点藏的50GS。 虽然说可以拿到三个传说,但是它们的强度还是太低,而且就一个SX9可以入眼,还有就是type19,我已经有一个星座皮了,所以我很犹豫,到底是等墨龙呢?还是直接秒三个传说,兄弟们帮我出出招吧。